其實我們一直在挑戰一個概念 就是無萬物皆平等 希望能夠在料理裡面 不要有主角和配角的關係 而更專注在這一些 平常大家沒有注意到的食材上面 怎麼樣把它發揮到最大 能夠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Ossandre 江振臣 這一道菜呢 我們用的主題就是橄欖油 用橄欖油來串起整道料理的味道 首先我們先做了一個法式的Scramble Egg 然後利用空氣的壓力 把它打進這個新鮮的Burada Cheese裡面 一半是空氣一半是Scramble Egg 讓它有一個非常輕盈的狀態 然後我們再把它泡進溫熱的橄欖油裡面 烤實它的形狀然後懸空 最後我們再做上新鮮的香料油 然後再把剛剛做好的Burada Cheese Scramble Egg 泡在這個香料油裡面 所有的味道都是非常的單純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地吃到橄欖油裡面的香氣 有一點熬本 有一點核桃 甚至有一點點蜂蜜的那個香氣在裡面 整道菜的一個串領 我在烹調的時候 除了選擇怎麼新鮮的食材以外 更重要的也會思考要用什麼油來搭配料 怎麼樣 很重要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